一起来思想主耶稣 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 主耶稣在这里面 祂说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藏在祂里面 祂也藏在我们的里面 不知道现在弟兄姊妹是否真的藏在主里面 曾经我是一个灵魂孤儿 没有梦想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我妈走 我她妈走 我肯定先来 因为总是在为自己奔波 我们在看她哪儿呢 放过什么哪儿呢 这边是我们 山南沙河 这边人干一干 因为做什么事情 都是在为自己做 你和她妈妈给她 她说 我肯定先来 总是用自己的思想方式 所以有很多的困扰 还有喜悔 从她的传到我 心情一披露的时候 甚至放弃她去 这就是因为我没有藏在主里面的原则 但是当我看到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 让我心里面不苏了 我累 我不膝悲 我不愤法是因为我在我自己里面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然后我看到主耶稣在这些话的时候 我不愤法是因为我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苦难等等都抓住我的时候 我不明白 是因为我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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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 苦难会让我更加的认识神 因为神爱我 所以在修解我 把神所不喜欢的一切都要胸里干净 成为祂的样式 祂所喜悦的 如果祂和妈好 祂就会让我平平的来 祂可以 如果祂都会靠北 祂不死 祂接你 所以在祂里面 我也才能够接我 让我的信心也能够再次振作 所以现在在这个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是否有还在为自己做的 还在疲惫当中 还在跟苦难 挣扎 争斗当中 甚至让你看不到神子爱的双手 如果常常这样的话 我们要思想一下 我们是否在主里面 因为我们离了主 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要认识清楚这一点 当你离了这一点的时候 喜乐会充满我们 所以刚刚我说 属里的孤儿 是因为在耶稣以外 被丁弃的 在祂后会 为了祂和阿萨他平切的 丁弃的枝子 只能当了 就被烧 不能做什么 越生活 越失望 总是在失望 苦如 绝望当中 只有在主里面 能够重新 富人 我就是那 被主所扑让的 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也是神的一点 因为如果我离了耶稣的话 我就不能来到这里面 对啊 我有个属于的争战 痛苦啊 失望啊 都抓住我 但是我听到耶稣说 若我藏在祂里面 就不能做什么的时候 我明白了 所以我要常在祂里面 什么叫常在祂里面呢 就是听从祂的话语 就是听从祂的话语 听祂的话语 就是耶稣在 圣经里面有好多的记载 或者说呢 我们是世上的观 世上的理念 在重要当中 我们也要这样做 关的也就是我们的好行为 这好行为就是彼此互相的帮助 帮助任何一个人不求人回报 帮助任何一个人不求人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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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牌的时候看到哪个人不求人还没有 那么看到需要帮助的人 或是在疾病团Entorheard of everyone 或是在疾病团团的人 我自己要有一颗怜悯的心 我生出世来的时候 我是为了想要得到他更多的回报 而是为了让他变得好 我们一起好 我生出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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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基督徒帮助任何一个人是不求他人的回报的 如果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回报而去帮忙的话 这不是基督徒 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传道的时候 帮助别人也是这样的 有需要帮助的人来到他的面前 他就帮助他们 没有他任何的条件 我们也要这样学习耶稣基督 这就是藏在主耶稣的里面 耶稣的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 这里面他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你 正如我遵守了我们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你 耶稣基督徒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来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这种人因子就认识你们是我的仁徒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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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让很多的人知道 我是基督徒或是耶稣的本土的话 就要藏在他们里面 照着他所说的彼此相爱 所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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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们蒙福的道路 只敢在我们蒙福啊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蒙福就在听从神话语里面来着 有什么地方哪里有一个蒙福啊 曾经以色列人也受到过这样的律法教育 从他们到大海里有从之后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听从神的话就蒙福 不听从就不蒙福 有没有人看见到 有些困难有很多两个 有些困难有很多 有些困难有很多 神说若听神话语的人 他们的敌人就离开他们 或是他们追赶他们的仇敌 如果不听从事的话 仇敌就来追赶他们 今天我们思想下的困难 我们生活当中的生活困难等等 都是我们的仇敌 所以我们听从事的话 这些忧愁 这些痛苦就会离开我们 如果不听从事的话 这些痛苦就会成为我们的仇敌 一直紧紧的跟着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我们的仇敌 其他人无想做他 不然我们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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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痛苦就会离开我们 其他人都会离开我们 其他人都会离开我们 他们都会付着 他们都会付着 他们会付着 他们也会付着 听从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要相信 他有没有出的,有永不为出的。 就是相信耶稣与我们同在。 耶稣与我们的战争有没有, 我们可以自他有没有, 这个永不为他。 我们靠着祂可以战胜一切的佛福。 有很多人,有很多人的名字, 有很多人的名字,有很多人的名字, 有很多人的名字,有很多人的名字。 神很欢迎,是我们脚尖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有什么话也在我们的体验 我们的心灵就不在这样了 在信仰的道路当中就不治理你吗 所以我们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努力的 我们要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基督里面的父亲 祂的怀疑就藏在我里面 我们也就藏在那个案里面 要有千十八路事件 要会动脱迹给他祂的 都可以祝福 耶稣基督里面的父母 小孙女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